缘标题 然而号称缅甸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 两代君主耗时五十多年 也心勃勃想要攻占中国领土 结果却耗尽国力而亡 缅甸和中国的云南地区接壤 明朝嘉靖年间 缅甸雄主莽宁荣南征北战 横抄中南半岛 建立缅甸历史上最强王朝 东玉王朝 在中南半岛取得的成绩 让这位雄主野心急剧膨胀 一方面向东扩张 打敌泰国和老郭毫无招架之力 另一方面 又把目光放在了中国的云南地区 认为自己的实力 已经有资格和大明王朝一争高下 当时的嘉靖皇帝一心想要成仙成胜 这些人间杂事人家根本不放在心上 朝臣们也不敢拿这点小事来麻烦嘉靖 所以给芒英龙创造了条件 这段时期 芒英龙四次对大明王朝发动战争 在第三次的时候还差点挂掉 终于把缅北地区的一些小吐司的领地归于自己的版图 芒英龙死后 芒英里继位 这时候的东御王朝 在芒英龙的经营下如日中天 芒英里紫成副业 继续对大明王朝发动攻势 倾全国之力 派出一万多人 攻入中国云南 烧沙抢女 很快就占领了一些地盘 可惜的是 明朝的皇帝 已经由嘉靖变成万里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何况万里皇帝当时刚刚登基 正摩拳祸祸祸 想要大展拳脚呢 消息传到万里皇帝那里 立马就派刘廷和邓子龙出兵云南 东御王朝的军队在明朝正规军的攻势下 就像土鸡娃狗 很快就被击溃 云南年北附近的很多吐司 重归中国半途 东御王朝被没有被明朝军队打怕 在随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 不断对中国云南地区发起攻势 可惜在大明面前 他们连只老鼠也算不上 不管怎么折腾 始终出谱 在云南省 东御王朝是因为穷兵独武 搞得国内院生载道 起义不断 最终被密博 返回搜谷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武 统优独播剧场合 我去eno 我 可以的 这是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